就來看一下台北安夏季這邊 直接幫WINTS拿到的李鑫嗎 會不會再選擇Morning拿出亞術來做一個搭配 我覺得角選亞術會是一個非常棒的組合 因為SK的中路選手Jasis 他比較不擅長那種刺客角 通常是選一些軟皮的原尊法師 對 他的阿里是唯一一隻比較刺客性質的角色 已經被封鎖的情況下 這邊Morning有沒有辦法在口袋的深度上面去做一個壓制 那這邊當然輔助的部分也是有很多可以考慮的選擇 當然台北安夏季也是有在第一天的比賽對上皇族使用珍娜 但是那時候國外的評論員認為珍娜在那一場比賽是不fit台北安夏季的team 那這邊是選擇的雷茲 阿琪再次拿出雷茲來對抗SK Gaming 上路是對上亞綠斯塔 這邊是要讓SK拿到卡麗絲 一樣是李星打卡麗絲非常一個常見的組合 下路這邊Candy Panda是要選擇路線 那整個陣容上面 其實在前中期SK Gaming的強度是滿高的 因為上路這邊 台北安夏季已經選擇雷茲的情況下 即使李星在前期的風向帶領是不錯 但如果沒有拿到太大的優勢 可能在前期要來抵擋路線的精華期 要看一下TPA後面的三個選擇 要怎麼來應對 我覺得TPA這場可以朝著比較後期的方向去走 就是後期團戰強的方向去走 就盡量多選一些fighter 像是中路亞術 中路配李星 然後AD選一隻炮鳥或是凱特琳 就大後期很強的來面對敵方的陣容 因為其實牛打到大後期 其實是滿無力的一個角色 對 因為牛他其實最強勢的情況 不管是你走AP還是走AD路線 你最強的時候 就是你第一箭攻擊出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上路 通常都只有一箭坦裝 或者是一箭攻擊裝 如果是伊瑞莉亞這種類型的 就是標準他一個三箱 但你的一個三箱 你的坦度是利用大決 這70%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這個性價比太好了 就是可能這個70%的減傷 在遊戲裡面是價值六千塊 所以你這個開啟大決的坦度就很夠 你那時候傷害也很給力 所以SK GAMING的上路亞利斯塔西 在前中期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 沒有錯 但是打到後期 其實大家 該坦的裝備也都出來 然後該有的傷害也都出來 所以其實他的 不管是三箱牛還是AP牛也好 其實都 那個傷害是沒有辦法秒掉任何人的 對 最後BB是選擇了伊喆瑞爾 這到底是意味著什麼呢 看一下泰大藍沙欣這個陣容 其實 這很明顯也是溝通不了 溝通不了 應該這樣說就是BB 就是剛剛 那個表情好像是 以前跟利益打只要我們打到最後一場 那他就 我們說欸選什麼 你等一下就知道 然後我就 可可 Easy 但是我們以往的經驗都是不錯的 都是滿糟的 但剛剛是傑哥幫他選的 所以是BB剛剛那個表情 那都是說 其實我剛好看到畫面 比比跟傑哥有一直在笑 你懂我 我只好只是故意不跟另外三個講 對 那當然呢 在很多的 最近這三天的比賽的評論裡面 就是 有一直討論到 台北安沙欣的下路組合的協調性上面 不像是其他的隊伍來得這麼好 但是我其實 私底下也跟選手算熟 他們其實兩個人的 個性上或什麼都沒有問題 可是真的就只是 是一些判斷上面的經驗 可能磨合得還不夠好 我覺得算是版本 這版本對傑哥來說是比較 不友善一點 因為傑哥他其實 他的開戰能力是很棒的 就像是瑟雷西啊 雷歐娜 但是這版本的輔助 絕大部分都是打反開的 或者是跑線的 所以那種強開的輔助 就沒有那麼的全面 對 但是傑哥也是被迫 就是 也讓自己去練了這些輔助的角色 就是 就是 就像現在這是真啊 對 他是完全沒有開戰能力 但是傑哥還是去把它練了 而且練得還不錯 好的 今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也是台北暗殺星 世界舞台的最後倒數 第二場比賽了 SK GAMING 在藍方點位 紫方點位是台北暗殺星 這場比賽 BB選擇了伊哲瑞爾 到底能不能在世界舞台 告訴大家 他的伊哲瑞爾 是世界等級的呢 歡迎來到河島的草叢 SK GAMING這邊已經先摸到了 河島的草叢 這個畫面我們好像前幾天有看過 對 我記得是INSEIK站在那邊 然後Duck PESSAGE的五個人 站在那個草叢裡面 BB這邊直接一個秘書射擊 射到J在後面 這邊有個機會直接來做換血 但是前方還沒有辦法 黑黑的 黑黑的 不太敢進去 現在晚上已經到了台北時間 應該已經十一點左右了吧 所以夜深了還是不要走夜路 我這個 他看到黃黃的東西 就很想挑釁一下 這個SK GAMING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就來看看 WINS要怎麼制裁他 我也在期待著 對 WINS的理心 在第一天的比賽裡面是受到很高的評價 兩邊 沒有一方選擇入侵的情況下 路線的配置上面 SK GAMING是直接採取了換線 台北安殺星並沒有辦法察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NEO的處理 台北安殺星能不能處理得 比昨天對上TSCM來得更好 Ready的這邊是選擇摩甘娜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是 直接推兵進塔 那卡利斯這邊 必定會帶領著Freddy來吸經驗 可以看到歐美的選手 他們在處理NEO上面 比較喜歡這樣 而不是採取 我們可以看一下BB這個拉線 就拉得比那天 傑哥還要穩一點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現在 這樣子前三排 對 這樣就很穩 這樣線就一定會過來 對 第一隻小兵死掉時間 這邊BB沒有出手打任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前排的 近戰小兵死的時間 是明顯的會比SK GAMING 因為SK GAMING的小兵來得更早 那Freddy這邊是直接露頭吸兵 我剛剛才想說有一個不一樣 但這一場比賽 SK GAMING就採取一個 跟東南亞隊伍比較像的方式 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吸經驗距離是非常長的 所以 其實一等如果對方空間 你直接過來吸經驗 拿到的經驗值會比你跟著Jungle 就是 老鷹帶小雞的方式來得更多 尤其是珍娜這種 比較前期沒有威脅性的輔助 他就可以吸得比較爽一點 但是J這邊完全不想讓Freddy 吸到太多的好處 但是他似乎沒有預估到 這個EZ Q怎麼那麼準 對 這個Q指向技是不是 對 每個Q都扎扎死的 打在他的肉體上面 對 當然Freddy這邊是吸經驗 上到了二級 已經有了他的勝利怒吼 可以來回復自己的血量 中路一樣是Morning 使用亞術對上奧莉安娜 當然這一場對手不是比爾森 是Jesse 這邊卡利斯已經繞到上面要蹲 準備要塔殺 待會TP過來的阿琪 阿琪很聰明 他就帶著一個小弟 帶傑哥一起走 那下路就只剩下亞利斯 他跟BB單獨在下路對線 這個兵線被控進去 但是Freddy這一個吸經驗的位置 實在也是蠻好的 因為這個位置如果Jungle走過來 他就往左下方逃跑 上路這邊 阿琪帶著小弟過來 帶傑哥倫這邊直接一個蹲點 Ready的這邊有點慘 這波經驗是沒有吸到 那Ready的這邊也是交閃 逼出了Archie的閃線 這邊大概掉了將近15隻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動作應該要再快一點 其實他們剛剛這波就算順利的通過 其實也已經掉一半了 但是等級上面是有落後 阿琪是2等 輔助已經落後1等 那上路應該也落後1等 牛應該也3級了 上路現在回到了 是雙人線 對上傑哥輔助Archie Wins現在摸到了下路 但是這邊是有一隻眼鏡 但應該是來得及 喔 有機會喔 這邊直接奧斯宴先上去打 踢到了 踢到了 沒有問題 虎啸榮英玩得震驚百里 這一腳扎扎實實的踹死了 Freddy Wins這個虎啸榮英非常的果斷 一般的理性都會想要扣一下 就是先拍你地板 拍地板 對 但是他知道 他只要Q到就死了 所以就拚拚看 但Freddy的經驗其實也是非常老到 他閃現不交 因為他知道這個是死定了 Q2的斬殺傷害是 不可能 就是閃現完以後還是會死 這邊又踢到了 上去 Jesse的磨量不是很高 摩擬過來支援 但還沒有上到6級 這波先拉掉 摩擬這邊找到一個機會 上去硬胸 再一下的八刀 回身利用小兵拉開 這邊Jesse的狀態已經 非常的差了 下路這邊大量的小兵進塔 BB有很好的機會 可以對下塔做攻擊 上路這邊等級 還是落後一級 人體的是拚命的利用W技能 把兵推進塔下 騷擾雷茲在塔下的減兵 其實這邊的洪水已經喝完 阿奇找到一個機會先行recall 目前首殺肉在台北安夏金身上 目前 九百一千塊左右的經濟優勢 雙人 雙人線 Candy Panda的吃兵 並沒有領先BB太多 經驗上面當然是BB這邊會有所領先 因為他是一個人在對抗Fredio 如果伊澤瑞爾能順利拿到等級優勢的話 其實在中期就可以來對抗 攻擊性能比較好的Candy Panda的路線 這邊TBA唯一比較落後就是阿奇的等級 如果牛上六那波他們能夠守住 就是不要讓牛做到四點的話 那應該是比較有優勢的 當然Freddy這時候是在下路線 所以這個TP的資源比較沒有那麼有優勢 所以看一下SKGAMING有沒有要採取換回來 現在雙人線直接回來了 Freddy也直接利用Q技能 要把兵給推掉 這一波應該是要換線 看到這邊WINS閃了一個小龍 好像對這個龍有點意思 不過又走掉了 應該也是在溝通說 對方可能利用換線 要在亞歷斯塔上到六級的時候 強行開一波龍戰 VV這邊吃兵是有領先 但還沒有進行回補 Candy Panda的選裝 第一件選擇上1337 看一下是不是鬼刀 傑哥也直接溢測到對方的換線 RICO回來 換回正常的雙人線組合對決 第二人的BUFF重生並沒有任何一方掌握到對方的時間 但是在藍BUFF這邊TP是流有一隻眼睛在SKGAMING的野區 東路部分小城已經拉開了10隻左右的吃兵數目 這邊這條小龍 可能會很難熟 因為BB到現在還沒有回不過 加上牛等級上有一點優勢 他應該會先上6 沒錯他現在已經上6 所以等一下牛的TP一好 這條龍可能就要放了 對看一下是不是能讓視野不好 其實WINS還是有機會搶的喔 BB這邊被打殘一定要RECOLE了 看一下TP 對於龍區的視野還算是不錯 龍口外就有一隻眼睛 MONEY這邊上去 等級上一個優勢 利用風牆擋住了球女的球 沒有受到POKE WINS這樣走過來 被眼睛給察覺 SFINS哥倫這邊是要幫忙球女拿籃 所以BB應該來得及趕到線上 我覺得WINS這RECOLE的點很巧妙 他就看好在兩個眼睛的死角中間RECOLE 那SKG想說這李鑫跑哪去了 對 他莫非在吃龍 可是一個人吃龍應該是吃不掉 對 覺得怪怪的 MONEY現在唷叨的下路 經過三條小蟲會直接看到一隻直眼 是 這隻直眼是看到了 SK下路組合直接拉開 我現在牛上六 馬上摳了一個dive 可以看到阿琪現在等級是輸了兩等 輸了兩等 上到六級 他決定做一個bait 做一個反蹲 SFINS哥倫看到了 SK非常的小心 MONEY現在找到一個機會 MONEY看到Jungle在上路準備開始凶一波 直接硬轉 大絕轉飛起來 球女的大絕也架了 但是這個傷害被虛弱給抵掉 MONEY這邊有機會 再利用一個技能回傳 WINS過來想要多收頭 直接踢喔 NICE 踢到 飛出去的瞬間 虎蕭龍一命 再一腳了 正經百里 拿下了這顆人頭 SFINS哥倫這邊過來 MONEY不想讓他回家 在塔前 哇這一波打得相當的凶狠 哇這一波打得相當的凶狠